道义 我们看第五个关系 朋友有信 朋友不只是言而要有信 还要有朋友的信义跟义务 在汉朝时候 有一个读书人叫张绍 跟范氏 他们两位在太学里面一起读书 感情很好 后来各自回自己的家乡去 约定两年以后 两年以后的今天 范氏要去拜访张绍 结果经过了两年 张绍就跟他母亲说 我的朋友可能今天要到 他的母亲就说 两年前的约定 我看可能都忘记了吧 而且两个人的家 又离了千里之远 不过这个张绍就说 我这个朋友 是非常受信用的人 他一定会到 所以他的母亲也开始 准备一些丰富的饭菜 果不其然 张绍 这个饭事也如期 到了张绍的家里做客 那当然 人逢知己 千杯少 他们的情谊 也随着日子越来越深厚 后来 范氏 他病危 结果范氏就交代 他的妻子 说你一定要去找到张绍 告诉他 我已经快不行了 请他来送我 那后来就赶快去通知这个张绍 结果因为时间很紧迫 张绍一听到消息 也快速地赶到范氏的故乡 结果因为已经要下葬了 张绍还没来 这一些 在进行这个商事的 这些工作人员 在那里量角度 怎么量啊 都量不准 都没有办法 把这个棺木啊 葬下去 就一拖啊 再拖 结果突然啊 张绍赶到了 马上一两就怎么样 就准了 就张绍啊 亲自啊 将他 安葬 所以为什么 范氏 要去 叫张绍呢 来帮他办后事 对他有无比的 信任 而且他很清楚 他不只会把他的后事办好 他不只会把他的后事办好 一定也会照顾他的 妻儿 所以古代那种朋友的情谊 我们听了以后啊 我们听了以后啊 也是非常感动 在 在古代啊 在古代啊 有另外一个 读书人 叫朱辉 他们都是啊 在太学 读书 刚好呢 遇到一个朋友啊 叫张勘 叫张勘 那两个人呢 一起学习 但是啊 也不常 谈话 那这个 张勘啊 就一直在观察 朱辉这个人 如何 后来呢 被他的 这些言语行为的德行啊 感动 觉得他是一个 很值得 信任的人 后来有一天啊 这个张勘呢 就去跟朱辉说 他说啊 我想把我的妻儿啊 托付给你照顾 托付给你照顾 他讲出这样的话 是对朱辉怎么样 非常信任 但是朱辉呢 并没有自身 因为啊 平常也没有 很深的 交情 就没有自身 后来可能是张勘啊 他自己清楚啊 自己来日啊 不多啦 过没有多久 就去世了 结果朱辉啊 得到这个消息呢 就带着他儿子啊 到了张勘的家里 给他送很多 吃的 很多穿的 他儿子很纳闷 就给父亲说啊 父亲啊 你又从来啊 没有跟这个人交往过 怎么 他死了以后啊 对他这么大的 帮助 他儿子啊 有这个怀疑啊 结果朱辉就说啊 他说当初啊 张勘 说要把妻儿 付托给我 他能这样要求我 代表对我怎么样 很信任啊 他已经把我当啊 知己看了 所以我在心中啊 也已经把他当 朋友 看待 所以古代人啊 他不愿意啊 背弃他那一念的什么 心念 他假如背弃了 他一念心念啊 他就会良心 不安啊 所以纵使没有很深厚的交情 毕竟啊 已经把他当朋友 就应该尽朋友的义务 好 所以朋友跟朋友之间 有哪一些啊 应该尽的义务呢 第一个啊 当然是要互相劝戒 所谓善相劝 得皆见 过不归啊 道两亏 假如朋友有过失 我们没有去劝 这样就啊 没有尽到朋友的职责 所以第一个 劝谏 第二个啊 是要 关怀 第三个 要互相啊 赞叹 道人善啊 即是善 人之之 欲失眠 第四个啊 不言家丑 不可以把朋友一些 家里不好的事啊 都讲出去的 这样就 很没有道义啦 最后啊 要有通才之意 我们在 课程当中啊 对于这个劝戒啊 谈得特别多 为什么 因为啊 现在的社会相当复杂 所以人啊 只有一双眼睛啊 不可能啊 方方面面都顾虑到 所以很需要啊 父母 儿女 很需要啊 上师下属 也很需要 太太 兄弟 朋友的 提醒 所以呢 因为人 提醒了 才会对 更多的道理啊 有所 明白 所以我们呢 一来呢 要能接受 别人的 劝戒 二来啊 也要懂得 如何 归劝 亲友 所以这个主题啊 才会谈得 比较多 再来